最大城市关亚基尔 这座监狱传出多下枪声 冒出大量白烟 有着着橙色衫 相信是囚犯的人向窗外开窗 多个囚犯坐在屋顶 这场骚乱发生在当地星期二 两班相信和墨西哥贩毒集团有关联的囚犯 在监狱里爆发帮派冲突 互相开火 挥刀袭击 投扎手榴弹等等 大批士兵和警员在监狱外戒备 并且出动坦克车步防 骚乱大约五个小时后受控 多个囚犯被斩首 两个警员行动中受伤 警方在监狱检获多支手刷 多部手机和少量华尔毒品 阿瓜多尔全国监狱长期超收囚犯 但是欠缺人手监管 全国大约4万个囚犯 只有大约1500个欲出看管 监狱几乎由帮派控制 时常爆发流血冲突 但是今年累计大约200个囚犯死亡 总统拉索说令人痛心的是 犯罪集团正是试图将监狱 变成他们权力斗争的战场 宣布当地监狱进入紧急状态 并成立由他领导的安全委员会 控制紧急状况 保证会保护所有相关人员的人权 承诺侵派安全部队和派出资金 避免事件重演 有先电视记者郭慧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